環保局永续方舟馆提供了数位互动 以及寓教娱乐的环境教育场域 以活泼有趣的方式 让大众认识台东的环境问题 解决方式以及保护的成果 将知识化为行动 带孩子来参观的家长表示 可以让孩子从游戏体验当中 了解更多的环教知识 实在是相当的棒 小朋友手忙着接着球 从游戏体验减海费的重要性 环保局永续方舟馆 提供数位互动的环境教育场域 以活泼有趣的方式 让大众可以认识台东的环境问题 并将知识化为行动 而3号开幕时 有带孩子来参观的家长表示 可以让孩子从游戏体验中 了解更多的环教知识 实在是很棒 其实我们在台东这个地方 就好山好水 那我们要维持这样的环境 就要从小教起 那有这一个良好的环境 如果我们能够带孩子来这边体验 顺便教他们如何能维持环境 那这个呢 对我们的永续发展这一块 孩子也能够很清楚的理解到 那他们开心 我们也开心 所以 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 我就觉得 是很值得来推荐 所以像放舟馆 今天这个参与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做法 那同时也是能够大力的推广 让我们台东又多一个好的 一个去处 可以让孩子来这边工作 而环保局表示 永续方舟馆是与环保局办公厅设 相连的一处展览教育空间 也将在明年二月正式开放预约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到环保局的脸书粉丝专页了解资讯 杰晨阳如 台东市报道